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节目 这集会和大家看看英国时事 说回几则有关英国的新闻 先来看第一项新闻 就关乎英国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 话说商务部长Kami Bandarok有解释 为什么英国现在不能实现脱欧之后的目标 她将责任归咎于美国总统 先介绍谁是Kami Bandarok 中文名叫庭丹纳 也可以说是保守党的明日之星 亦有人预测大选后 有机会成为保守党党魁 可能会成为第一反对党的领袖 所以大家不要提消去 Kami Bandarok解释 为什么现在政府无法履行选举承诺 选举承诺就是说 由2022年年底 英国就会和很多国家达成贸易协议 有多少国家就是贸易额 会去到英国贸易额的八成多国家 现在过了2022年一段时间 数据出来了 当然答不到 她就在国会解释 为什么达成不了这个目标呢 其实最大因素是因为 美国总统由特朗普换成拜登 而拜登政府就决定 不会和任何人进行贸易谈判 就不只是英国 其他人都没有谈判 这是她的解释 现在没有自由贸易协议 现在就是英国和美国之间 都有就一些不是自由贸易协议 谈计的 包括半导体 关键矿物 都有谈谈小型交易 不过这些始终都不是自由贸易协议 这些只是一些量解备忘录 就是完全不同级数 其实说回英美自由贸易协议 当年提倡脱欧的人士 就是大大声跟大家说 如果英国脱离欧盟之后 就可以和全世界谈这些自由贸易协议 除了美国之外 其实当年脱欧者也有说和中国谈 大家不知记不记得 不过和美国谈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 当年美国总统奥巴马 已经一盘冷水照透霖 已经说明了 就算英国脱欧 美国也不会和英国谈自由贸易 如果一定要谈 其实是美国会先和欧盟谈 有了协议 然后美国才会再和英国谈 当年奥巴马说得很清楚 但认为脱欧是好事的人 就不听 当年觉得奥巴马快做不到 然后觉得特朗普会上台 政策会改变 后来事实上特朗普真的做了四年总统 有没有什么发生过呢 最后也没有英美的自由贸易协议 也就是特朗普其实有说过 当年若韩逊和欧盟达成脱欧协议 后特朗普说 根据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 美国就不能和英国谈自由贸易协议 我想言下之意就是说 英国和欧洲免关税 如果你有和美国免关税 那些东西就很容易去到美国 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确实是否这样呢 其实我也没有很详细地解释 这个可能也是关系到 美国曾经在北外的和谈 都有很大的角色 当年Boris Johnson和欧盟谈完之后 接着又说要不理不外的问题 就是撕毁国际条约 当年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 其实当时是哪个原因呢 其实也很难追回 现在是怎样呢 现在是拜登政府 今年11月会在美国大选 也有可能特朗普再上台 现在脱欧者 也继续一厢情愿 觉得特朗普再上台 就有得谈 但其实我也相信 仍然是没得谈的 有得谈的机会都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真的有办法谈到 英美的自由贸易协议 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美国开什么条件出来 英国都答应了 哪些东西准入口 哪些东西不准入口 哪些东西要关税 哪些东西不用关税 就全部跟着美国的意思座 那就可能有得谈了 不过这样的自由贸易 是否大家想要的协议呢 值得大家思考一下 第一宗新闻说到这里 第二宗新闻就关乎到大家是英国的人 因为之前有个引起恐慌的说法 英国可能要正兵 其实看回这里是什么说法呢 就是英国陆军司令曾经说过 因为现在要面对俄罗斯的强大威胁 因此就需要搞一支公民军队 公民军队 也有说英军只有7万4千全职士兵 这就不足以应付英国国防挑战 这个军队其实是要到12万人才行 而且他的计划就是 根据总参谋长桑德斯的说法 就是要在未来三年里组成这件事情 因此有些媒体也认为 那是否要精兵 不过政府现在就澄清了 其实是没有计划引入精兵制度的 我见到联登讨论区里有些说 哎呀你们死了 你们这些去了英国的移民的人 很快就要上战场和俄罗斯打仗了 其实政府就解释了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公民军队的意思其实是一支自愿军 就是自愿参军 并非说强制精兵那类 就不同是台湾或者新加坡那些强制精兵 这些都是自愿的 相信这些自愿军就是由政府提供训练 或者政府提供武装 就是弹药 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找他出动 通常可能的情况就是自愿军做后勤 或者是维持国内或者非战场上的运作 如果真的要上战场那些 其实通常都是正式受我训练职业的军人去做 也是全职守身的军人去做 我也认识朋友就是成为了英国的军人 其实BNO签证的人也可以申请 当然也不是说一申请就一定有得入军 也是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体能 有没有这样的资历才可以 将来有机会和大家讲一讲 接着看看第三个新闻 第二个新闻就是说 皇家邮政派送的服务 之前英国就爆出一宗邮局冤案 就牵人大波 有限都没搞定 要赔很多钱 不过就要搞清一样东西 这个Post Office和Royal Mail 是两间不同的公司 分开的 Post Office 寄信的时候 那间在集货宝里面 一个标准的那间 就叫Post Office Royal Mail 就每天把信送到你家里的邮差 以及它的车 以及后面的机构 那就是Royal Mail Post Office 就是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 但是Royal Mail 虽然曾经全资拥有 后来就卖了股份 再后来就已经卖了 其实是一间上市公司 那现在Royal Mail 都根据法例 要满足某些条件 包括所有地方都要派送 在英国境内 也要每个星期六日 每个星期六日 星期一至六都要派送 星期日不派送 但是星期一至六都派送 这就是根据法例上 就是有一个随地的通用服务 是需要遵守法例的 不过现在说 为什么要说 要缩减派信的频率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减不了 因为Royal Mail 虽然是私人上市公司 也有运作成本 亦是虚钱 所以说 现在因为少了很多人寄信 因此 如果比2011年来说 其实 寄信的量 减了一半 不过当时多了人寄 包括包括大家订购 那些 那些就是有些钱赚的 但是 寄信的部分 就是蝕着做 但是寄信的部分 就是蝕着做的 但是 寄信的部分 也会比较少了 变成量又低 也不能够 所以 就是说 现在考虑 就是要缩减派信的次数 现在就每个星期派六次 又在讨论 就是说 会不会星期六不派 周有五天 周有热两天 一个星期做五天 又或者甚至一个星期派三天就算 这就是他们有计算的 假如可以是星期六不派的话 就可以省一两亿的英镑 如果就减到一个星期只派三天信的话 就可以省到四至六亿五千万的英镑 所以他就说 要减少这个支出 才可以维持到将来 这个皇家邮政的服务 不过这个是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政府的相关的大臣 已经出来说 不会的了 你说要减星期六也不会 他就认为 星期六的派信服务是神圣的 不过他也说很乐意 就跟Romeo对话 聊聊聊 有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令到他们的运作 可以继续实行 这个不知大家有多少影响 其实老实说 信呢 EURA自己写 去寄的那些 我就真的不太多了 有时你说 做一日次一日 可能问题也不太大 特别是圣诞卡那些 但是有时的信 很多政府部门 都是容易靠信去找来的 包括税局 即是快报税那些 全部都是寄信 税局呢 你可以自己选择用电子方法 你要确保你自己真的收到 那些电子通信的信息 另外呢 例如NHS 你有什么预约呢 他也是会寄信给你的 这些呢 我不知道 其实是否应该可以改用电子化呢 NHS也有一个APP 其实是否用NHS的APP通知 你会更加好呢 没错 以前寄信很重要 不过现在 其实我真的很少寄信 包裹反而不少 也有不少人派过来 但是是否在Roll Mail派呢 也不是每次 其实大家都知道 派油包 都有很多不同的公司做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究竟是 一个星期做六日 还是怎样 不过我感觉上也很密的 就是派送货来的人 有时候我也不太喜欢他送货去我家 因为有时候家里没有人 然后又要等 洞个人等他送油包 很麻烦 所以那些油包 如果不是大件呢 我就叫他送去一些Locker 那里就算了 我宁愿我自己去Locker套路 更方便 因为我走去Locker 只有五分钟而已 好过洞个人在家 不知道等他神事猶事 才突然之间出现 那时候 你说他是不是减了三天 其实我没有大意见 不过就要想起这件事 究竟是不是他实际实现 因为他虽然把派讯的次数 减到一个星期三天 但是如果他维持 仍然有first class mail 要第二天送到他 那在运作上 应该就很难做 特别一些偏远地区 可能铁车的时间 纵耐供派讯的时间 既然你的车都铁到他 不如记住 那些其他信 因此除非 你说连first class 都要缩减他的目标 就是明天 叫明天 可能都可以 但是这件事 对于不少住在远的人 就相当不便 最后和大家说 一则新闻 就关于高铁的北段 话说之前新闻城就取消了HS2 Phase2A 简单来说就是高铁北段 又说卖卖地 想着 这一刻还没卖 不过就应该 现在的钱就拿出去 放到所谓的Network Roth的一个 一个几十个项目 包括填中地面的洞 所以就算不卖地 也可能没钱 之前工党也说过 上了台都不会辜负HS2的 这个高铁的北段 不过原来 现在在曼城 和在八明汉的市长 还有一班私人的财团 在聊天 曼城市长Andy Burnham 就是工党的 在八明汉市长 就是Andy Wessling 就是保守党的 大家聊天 想想有没有方法 去找一个更好的铁路项目 就是取代高铁的北段 根据现在最新的报告 就并非原封不动 将HS2的Phase 2A 将它复活 就并非如此 现在想一个新的方案 什么叫方案 现在都不知道 因为都不清楚 最后的情况是如何 但是它又牵涉到一些专业人士 包括工程公司Arab 也包括了前HS2的主席David Hedgins 所以就不是说一些不懂的人 应该都是懂事的人 可能他们做的方法 我猜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可能划过一条新的走线 部分可能跟回以前的路段 因为你有些规划批文 你拿了 但是可能有些路段 就不跟以前了 可能就是走出一点点 然后就是建了一个新的车站 车站可能周围的地 就用来发展 用来发展的地 用来补贴起铁路的G Detroit 这是我猜 究竟是否这样 就不知道 不过这个模式 在日本和香港都很常见 英国真的很少有 但是如果不是用这个方法 我就想不到有什么其他方法 只有私人公司 很难自己在铁路 将来又交回NRail去營運 现在就不知道结果如何 是否保守党 就是之前的口 交通部长 都很硬 就说这个计划 就不可能实行 但是呢 就是现在的说法 就改了一点点了 过去后风 就说如果有一个 比较具体的提议 那政府是会考虑的 不过去Mark Harper 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所以现在就很难说 不过除了看保守党的态度 也要看工党的态度 官方的立场就是 之前就说 不会承诺是说 起高铁北断HS-II的Phase-II 不过呢 现在根据工党的绝身说法 就说会考虑 任何改善北方的联络性的 审查的结果 即是说呢 如果一个具体方案 觉得是可行的话 在财政上或者技术上可行的话 其实还是有得谈的 因此 巴明汉的市民 就是 和这个曼切斯特的市民 就不要因为HS-II的腰斩 所以失望 可能最后的结果又是不同了 这就是大家拭目以待 对于今天讲的记者新闻 大家有什么意见 不妨留言 我都会尽量看看 还有有问题都会回答大家 今天讲到这么多 麻烦大家在早前 点个like 如果还没订阅胡思频道 点个订阅仔 拜拜